2号上午凤林镇举办了109年度模范父亲表扬活动 12位模范父亲获奖 每一位都有令人感动的事迹 也让人见证了父爱的伟大 镇长萧文龙特别在这个重要的时刻 感谢父亲们的辛劳和付出 恭喜他们今天获得了模范父亲爸爸们 以及全天下的父亲也要平安健康 父亲姐快乐 凤林镇公所2号上午在凤林国小举办父亲节表扬活动 表扬个礼所选出的12位模范父亲 感谢父亲在平日无师无悔的奉献精神 以及为家庭社会的贡献 让社会变得更和谐进步 在镇长萧文龙先议员张怀文徐雪玉 这名代表等人的祝贺之下 一一受到表扬 父亲节在我们地方上大家都很重视 尤其当父亲的人被选出来 是地方上的一时之选 一生奉献在我们的国家 在我们的社会 在我们的家庭 对子里面都有很好的成就 今天才能选上 今年特别我们有一位模范父亲 是过去的我的老里长李如球 做过八届的里长 今年是93岁 也是这一次里长 模范里面的年龄最长的 身体还很健康 他对我们北林里牺牲奉献 所以这次里长特别邀请他来当模范父亲 镇长萧文龙说 父亲肩膀上的重任 以责任是相当的重 要成为妻儿的避风港 外出辛勤的工作 回家照顾妻小 让子女在长大之后 出社会都能够有出息 是相当不简单 就如玲瓏里的模范父亲 徐文远 将代表凤林郑 接受现模范父亲的表扬 他的儿子也就是目前 凤林郑公所的秘书徐志谦 孩子都有相当好的表现 他们更以父亲为荣 记者凌杰 凤林郑采访报道